国军化学兵两两一组 穿梭大街小巷执行消毒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这样的画面国人再熟悉不过 但无名英雄的幕后干苦 却很少人懂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 而我们看到陆军的三三化兵群 一大早5点半就已经从桃园整装待发 接下来准备执行的任务 是饶河夜市的清宵作业 而我们今天就跟着他们的脚步 来体会一日化学兵的生活 时间回到稍早前 三三化兵群五人清宵小组 准时来到集合地点就位 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对抗病毒的第一步 得先做好自我防护 穿上防护衣再用胶带补墙缝隙 双手双脚领口到胯下 统统粘紧紧 臂章 明条 国旗 官兵相互合作展现绝佳默契 其实这组人马有身后渊源 我们是来自新竹县 然后关系在马尔都 马尔都部落的青年 我的外甥 我的堂弟 他们看到我的重军有稳定的工作 他们一向往这个工作 就要跟随我一起来投入国军这个行列 从带队士官长到基层士兵 通通来自新竹县同一个部落 单纯的原住民大男孩 一肩扛起保家卫国的使命 疫情期间每天四点半起床 接着投入一整天的消毒工作 做完装之后就是不能脱卸 大概就是到中午的时候 一出门就是到中午的时候才是休息时间 防护装备才刚穿戴完毕 陡大的汉珠已从额头滑落 每次消毒动辄三到六个小时 一旦开始备战状态 无论喝水或上厕所 通通得等结束再说 毕竟化学兵面对的敌人 可是无孔不入 飞上机具 拉动引擎 官兵深入疫区心脏地带 用消毒水进化城市的血管 每个藏污纳垢的角落 通通不放过 战场上的弹药则随时补充 化学兵在执行清销作业的时候 因为他的器物机会耗费大量的水分 因此他们在路边只要看到有自来水的水源 就会马上进行补充 加入漂白水的喷雾 是民众安心的象征 但最辛苦的永远是官兵的家人 从儿子老公出门的那一刻 就止不住内心的忐忑 为了保护自己与家人 化学兵工作结束后的储屋作业 可是完全不马虎 脱手套 脱防护衣 顺序按部就班 每个步骤结束 还会再喷一次酒精 脱下面罩后脸上深刻的印记 是官兵一整天辛苦的缩影 我们刚做完基本的自力消除之后 可以说是外面湿 里面也是 因为现在外面三十几度的高弯 穿着全套的防护服来工作 其实非常的辛苦 我们看到旁边的士官长 他的迷彩内衣 其实已经完全湿透了 民众就是骑摩托车经过 然后他就等红衣 他就看到我们 他就突然回头 然后就去买 就是饮料给我们 然后一直跟我们说谢谢 那时候就很感动 就是大家都有 也有看到我们的努力 民众的鼓励 是官兵坚持的动力 一般人扛不住的高温 他们来扛 越是危险的地方 他们越要挺进 所有的付出 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一切值得 很累 真的很累 但是看到民众跟我们说 谢谢你们 然后辛苦你们 有你们真好的话 那个时候听到是 我做对了